这位是我们Ziva的名誉副会长,严苏华女士 大家好,我叫Jessica,再说一遍 不好意思 是这样子的,严苏华女士呢 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成功的一个折销和代表 她也是能够成功移民到澳洲以后成功的开展她的生意的一个杰出的典型 所以为什么我们来这里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发展的情况 奥斯诺是一家由严苏华带袁女士 是里头搞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公司,开发公司 这个简单 我们目前已经成功了,就是说,组建了这么多的一个部门 已经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团队,开发的团队 有那个土地的并购,就是专门去找地开发的 然后有设计的部门,然后有施工的部门 还有就是销售的,marketing的部门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那个法律的consultants 然后还有会计部门 那么这几个部门呢都不是就是说这个固定在公司里面 但是都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说alliance 这个,这种是一个很珍贵的一种资源 因为你是来到澳洲之后,很多东西是不懂的 那么呢,就是说在这么长期的合作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Ostino呢就是能够建立这么一个团队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Ostino呢它呢是目前已经并购了 就是说大概是五千万澳币这样的一个总项目 就是那个项目了 我们在Granville开发了,然后在Kingsford开发了 然后是Waterloo,Wenwolf又是刚刚我们并购的 一个一千八百万地块的一个商业购物中心 这个是Granville的一个小型的开发 为什么要从小型开始呢 因为我们不是很懂那个澳洲的法律 不懂那个澳洲的这个运作的那个步骤 所以呢就从小型的那个项目开发 Kingsford这个是五个townhouse 这个在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也销售出去 Waterloo呢这个是有 一逐步逐步地打起来了的项目 这个Waterloo呢就是说有五十个apartment 目前已经百分之六十销售出去 Waterloo呢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是一个很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是在就是Paramata和那个就是往西的一个地方 这个Shopping Center我们买的这个并购的地 是超过一千八百多万了 大概是可以开发两百左右的那个单元房 现在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里给大家要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公司的那些项目 最主要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说 袁生华呢是我们就是说成功的一个折商 那么我们希望呢它的那个成功的那些经验能够让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就是说有些人说那么哪一个项目是你最值得推荐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新来的一个折商 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切入进去 这个澳洲的那个房地产开发这个领域 这个Muslim的这个商场呢是这样子的就是 它的地块目前看到是在那个Military Road这个上面这边 不是很大啊 目前是外表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里面其实是有商场 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商场 oh sorry 怎么回去 所以它现在呢这个商场呢就是说已经有 目前已经有一个一个这个有有营业在里面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Muslim这个区 刚才呢我们非常我非常开心 因为刚才的两个就是代表就是在这边 介绍他们的那个业务的时候呢都是Muslim的代表 那么就都讲到了Muslim这个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说是所有华人都向往移居的一个地方 应该说是Muslim是我们整一个澳洲悉尼来说是 他们说都是最好的一个区 因为它是北边面海 东边面海 南边面海 它这是一个半岛 嗯 它的离悉尼的市中心呢大概是八公里左右 嗯 对 它的人口呢是在那个2006年的时候 人口普查的时候是两万八千多 但是我想现在应该是超过三万人口 超过三万人口 嗯 它的那个收入 它的那个收入 刚刚那个前面的地产公司呢 它也介绍到就是Muslim呢 它呢是 人均收入呢是整个悉尼 或者说是 或者是那个澳洲最高的一个地区之一 年收入应该都是超过 就是人均收入都是超过十万以上 它的人口的组成是什么呢 它的人口组成呢它是由英语 英语 就英国的后代的人口 然后New Zealand排第二 然后是 对 都是一些那个欧洲国家的人口为主 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那个 中国的那个人口呢 在这个地方占的比例大概只有 百分之 一点多 一点多个%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 最近这几年 Muslim是不断的不断的成为这个 中国人最追捧的一个地区 我们这个商场呢 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商场呢 就是说是 已经跟那个Cose 已经签了一个租约 好 Cose的简单的情况 大家可能 嗯 应该也都知道 就是 澳洲 差不多是最大的一个 集团的那个 就是连锁的 这个超市 它有250家的分店 就是在New Zealand 在我们省这个地方 有250家的分店 然后 嗯 这个 对 我这个商场呢 就是说目前呢 它有2968个平米 但是呢 它改造之后呢 就变成了3101个平米 它的楼高呢 是8.8米 它是有三层楼 地面上有三层楼 地下的停车场有五层 对 嗯 它 其实不能够说它是 三层全部都是商场 应该是 顶楼是你的办公室 这个有一点点 嗯 不是很准确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 投资呢 就是说这个总投资额 是2300万以上 就是去改造它 就是去改造吧 把它改造成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商场 这个租约呢 是15年 15年是 加上10年 加10年 总共呢 是35年 它的租金回报率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呢 它是先给你8%的这个回报 这个呢 约等于就是你现在2300万 2300万 这个乘以8%的话呢 就是大概是180多万 那么就是一年的固定的这个租金 固定的租金的话呢 就是再加上它的营业额的提成 因为 没有 你 没有